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国家叫土库曼,它位于中亚的西南部。 虽然整个国家占地面积将近50万平方千米,但是能够供人类居住的面积却仅仅是这个数字的五分之一。 上下的地方都是沙漠,也是因为这个原因,导致这个国家之前的发展相当不景气,一度甚至快连饭都吃不起了。 没想到和中国合作之后,在20年时间里,全国GDP直接翻了十几番。 这个国家在近代曾经冒过一次独立,随后便加入到了俄国。 在多次俄国革命当中都非常卖力。 但是后来他们再次宣布,独立至此成立土库曼社会主义国家,并且当即加入到苏联的阵营当中。 从苏联解体之后,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不行了。 虽然是中亚地区的第二大国家,但是一直以来内部都处于混乱状态。 直到1995年,他们政府正式宣布要永久中立,才让国家安定下来。 既然没有外面的纷扰了,土库曼就开始专心发展自己的实力,大力发展工农业,以及农牧业。 经过一系列政策的推动,国家的经济稍有回升。 特别是农牧业,在整个国家最苦难的时候,他们就是靠着羊毛做成的毛毯和马匹,才舔过了那段时间。 所以为了牢记历史,他们还专门成立了地毯博物馆。 供大家参观欣赏,土库曼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国宝,那就是阿哈尔杰金马。 这种马匹非常珍贵。 整个国家好像也只有两千匹。 这种马不仅匹太优美,而且速度和耐力都是一绝。 认定主人后就会对其忠贞不二。 曾卖出过五千万美金,绝对珍贵。 2002年,土库曼正式和中国合作。 主要的贸易商品,就是石油天然气。 别看这个国家大部分面积都是沙漠。 但是下面却都是宝贵的石油天然气资源。 在全世界储量排名都能排到第四。 而中国就是他们最需要的市场。 当然经过这么多年的合作。 现在他们的天然气,已经可以通过运输管道直达我国东部。 相当便捷。 从和中国建立合作之后, 土库曼的经济就在不断高涨。 刚开始他们的GDP, 仅仅是44个亿的美元。 但是经过十年时间, 已经达到了将近500个亿。 到现在, 全国GDP已经翻了十几番。 不过这个国家的人民相当朴素。 他们在生活好起来之后, 便大力发展教育和社会福利。 如今生活安定和谐, 未来也会更加美好。